样式体育的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高寒 那么今天下午这一时段将继续为大家转播 2021年中国乒乓球队WTT和士兵赛的直通赛即奥运模拟赛 今天下午这一时段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两场混合双打的比赛 对阵的双方大家首先看到的是樊振东和钱天一 这也是一队全新搭档的组合 今天他们的对手是双销组合刘斐和马特 马特是现在国家男队当中唯一的销球选手了 刘斐大家也非常的熟悉 在舞阳退役淡出国家队之后呢 刘斐也是一队当中唯一的销球手 而且销球功力非常非常的深厚 很多国际的大赛 马特和刘斐呢也都会作为主力的陪练 主要是作为销球打法的陪练来一起征战 那其实在东京奥运会周期呢 樊振东的备战重点并不是在混双当中 但这次和钱天一的一个全新搭档 还是值得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 那钱天一呢也是现在国家一队当中比较少有的左手了 现在确实左手女孩比较的少 所以呢大家也会对女双和混双这两项 就双打能力上对钱天一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期待的 那么这一次在混合双打的项目当中呢 一共是有16队选手 这其中有我们的奥运选手 新闻组合 许行刘诗文这一次也会连妹征战 另外呢二号种子是梁静坤和孙以沙 这一对组合大家也可以重点期待 一个强强联合的组合 而且呢他们会是今年全云会当中 这个来打混双的一对 我觉得也是今年全云会争夺奖牌 甚至是争夺金牌很强有力的一对选手 那么三号种子王楚清和王曼玉 这一对组合是去年全国锦标赛的混双冠军 而且当时他们在决赛当中是4比1 战胜了孙以沙和许新的组合 另外呢其实像朱凌峰朱宇玲 这也是配合很久了老搭档了 包括徐称浩和王毅迪都是属于实力非常强的 周启豪 顾玉婷 周宇和陈信同 其实这几对呢也都是实力不俗 今天这一场的混双比赛 场上主要还是考验樊振宗 靠他主要去发动去拿分 因为女孩的这个攻击的杀伤力相对来说 肯定还是会小一些 今天马特和刘斐这一队的场外指导是刘恒 马特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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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田一和梵振东这边的场的指导呢是梵振东的主管教练王浩 哦 这球擦边了 我相信对于梵振东来说 他一定也是非常渴望这一场比赛 因为在去年年底接连是缺席了WP的澳门战 还有拼超联赛 所以对他来说其实也有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再出现在这种强对抗的高质量的比赛当中 全运会的预赛他是搭档林高远 只有一场球打这个男双 所以这一次的模拟赛呢 尤其是在单打上对他来说还是一个很好的调动 前年一的这个进攻没有能够连续上 谢谢大家 第一局上来对对手的旋转 还是有一些估计不足 出现了一些失误 追到8比8 潜天音其实在整个2019年 是属于他快速飞跃的一年 在青少年时期 他也是拿到世青赛的女单冠军 随后通过国家二队的四选三的选拔赛 进入到一队当中 那么整个19年的成绩还是非常好的 包括最后也入围了国际拼联的年终总决赛 也就是他在2019年一整年的公开赛的排名是排在前16位的 8比9 追到了9比9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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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这球想要一个轻拉 就没有吃住 十比十 再掉一板 冲出去 哇好球 这分还是能够显示出钱天一的能力啊 马特的一个 在中远台兜了一板 钱天一侧身一个反拉 不错 刘斐主动上手 对于现在的萧丑打法来说 无论男女啊 都必须有一板 反攻 或者主动上手的能力 还是对这个转不转的旋转判断不清 马特和刘斐十二比一 反超一分 这样十三比十一 刘斐和马特率先拿下了第一局 第一局 所以樊仁东和钱天一这边还是有一些无谓失误 我们看到打到关键分的时候 马特和刘斐两个人还是 经验非常丰富 打这个发球抢攻 自己主动上手 一下就干扰了对方的节奏 所以这也要求 钱天一和樊仁东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对对手的这种突然的抢攻 要有所准备 就是一个比赛 效果 就是个比赛 好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 这球看到刘斐的站位轻掉一板 漂亮 打销球出手的时机很关键 直接上手拧反拉 好球 前天一的这种打法特点 还是在于他的速度优势 尤其是他的反手特别的好 作为左手选手来说 反手撕出很大的角度 有线路上的优势 正手的杀伤力稍微要低一些 扛住一板 好球 两个人的第二局一上来 这几分打的还是相当的精彩 这个轮次其实前天一和樊正东 会更占优一些 因为在队位上 刘斐是要去接樊正东的球 女孩去削这个男选手的球 还是比较难的 连续两个都是没有判断这个转不转 好球 好球 加油 正手连续的出现失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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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前天一在单打当中和小球手啊 就不是特别的好打了 这几分丢的稍微有点快了 一个轻拉 机会 哇 这球防得真漂亮 这球可能樊正东也以为前天一个上手啊 直接扑死了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哇顺势一挡 这球回来了 加油 所以在双打当中啊 一定要再多准备一板 嗯 这球摆得太高了啊 马特 反手直接上手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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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摆的基本上不出台 那刘菲没有抢到 比分咬的还是非常的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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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两个大脚 反拉 这球马特是有数的 等的就是前天一的这个拉球 因为前天一这个球拉起来质量确实比较一般 尤其对于男孩来说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中等力量拉起来之后马特直接侧身反拉 现代的男销球的选手 大家都是有反拉的这一下的 所以这也是对前天一提出要求了 他这个和马特队上的这一轮 如果他要上手还是必须要有所质量 或者是有所角度 漂亮侧身的一板爆冲 追到8比8 好球 又是让马特啊抢攻得手 回到关键分的时候 马特和刘斐经验非常的丰富 很敢于上手 他们并不是所有的球都上手 都是在这种关键分的时候 很好用 质量肯定 白吉坤 加油 白吉坤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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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是盯着刘斐的站位啊 刘斐可能想要呼正手 跑动当中呢 冲了一个追身 这一分还是挺关键的 输掉的话 0比2就不太好追了 哇 好球 刘斐很果断啊 直接上手 而且肖秀选手呢 他们的主动进攻 一般都是很有术的 只要上手 基本上就奔着得分去 反正生交直接弹了一半 这样刘斐和马特再胜一局 2比0领先 距离耐的老师 同学转生交直接弹了一半 输了一半 这要一半 半斤 五个银行 投资 马特再胜了一半 白濟 升级 三个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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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银行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嗯 局间的时候王浩指导也说了啊 该出手的时候一定要出手 凡志农这边呢还是要更加强上手的质量 要给对手施加压力 主要单约两个人当中的这个火力输出 好球 凡手一板暴冲 再吊上来冲出去 太漂亮了 再来啊 哎 这小小轻拉了 没有拉上 太累了 太累了 好好打啊 鸡都没得呢 谢谢你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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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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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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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ney 2 2 3 3 4 7 7 8 8 7 7 9 前后调动再冲出去 加油 韩志宗加油 韩志宗加油 漂亮 今天现场还是有很多观众 其实大家久违了回到赛场当中来观赛 都还是非常的兴奋 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运动员来说 尤其是要参加奥运会的主力运动员来说 都是非常好的一次实战的机会 因为到了奥运赛场 现场什么情况可能都有 而且今年的奥运赛场呢 可能也不会开放海外的观众 所以我们会面对一个 很可能是非常客场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场上专注 屏蔽外界的干扰是相当重要的 有些擦网 连续的擦网 这时候出手有一点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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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正东加油 坦正东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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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上是处于被动 这场上是有骂人的 想干什么 啊 往随后去 还是做一个 有点 然后放到桃鲁 这场做 真正弄 然后对 没有 这两三 时间到了 人家 有 好 双方继续回到场地上 这球销得非常的逼近底线 两位销球手都是实力相当的雄厚 还是在连续的丢分 9比4 刘斐这个柔韧性反拉了 我个人其实是非常爱看刘斐的比赛 有的时候他在比赛当中真的是 很多你觉得都难到几点的球了 他还是能够再救回来 再销回去 会觉得他的比赛呢 让这种打法显得特别的有韧性 11比4 这样马特克刘斐再下一局 现在大比分已经是3比0领先了 对前天一和凡正东这队组合来说 现在也没有任何的退路了 这个局间相当的关键 看看还能不能够有一些什么办法 还能够一连退 加油 小丹一 加油 加油 我isés 加油 好 加油 好 加油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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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被反了 防得不错 再来 两个人在进攻的时候 这个落点的选择上 还可以再灵活一点 像刚刚的回合 一人拉一个角 其实对于刘斐和马特来说 就没有跑位 反而是站定了去销 哇 漂亮 现在马特的反拉 非常的自信 谢谢 哎呦很险啊差点又是让马特反拉拉着了 是直接开场球 这个球马特有准备了 有些仓网再拉又是被反拉 正手还是欠缺这种连续进攻的能力 比分现在有点被拉开了 8比5 轻轻磕了一下 又是反拉 9比5 现在已经完全进入到马特发挥的节奏当中了 好球 连续 漂亮 反正能和钱天一这边追回一分 哎不错 这个球是晃拉了一个直线 马特和刘斐这边要暂停了 从9比5领先被追到了9比7 他们是非常谨慎的 希望能够尽快的拿下比赛 所以说你销到中间 它销到对面侧的 你能够尽快的 你能够尽快的 这个嘛 要当于是这么销 你能够尽快就变成了 这就是你一销到 你拔了就觉得这样 所以说还要 马特还要不用过去 我这个还不想过去 我这个真的很想过去 这种东西 有什么然后 白马特大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 双方又重新回到比赛当中 这球直接给到马特手上了 这样马特和刘斐在暂停回来之后 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这局其实前天一和樊正东最好的机会 还是在第二局 第二局没有拿下就有点可惜了 看来还有没有机会 还差两分 对方的两个赛点 前天一发球 看看能不能给樊正东创造一些上手的机会 马特来揭发 直接开场球 樊正东抢攻 漂亮 还是打这种发球抢攻的战术 看看接下来这一分是不是还要采取这个战术 马特怎么应对 一板爆冲 连续 再顶 哇 这球还有 加油 哎呦 拉空了 这样马特和刘斐是4比0 战胜了樊正东和前天一的组合 那么他们也进入到本次混双比赛的八强当中 好 我们也稍时休息 稍后为大家带来的将是新闻组合 许心和刘施文的比赛 稍后见 稍后